受阻断措施和外部需求疲弱的影响 我国第二季经济同比萎缩13.2% 是历来最严重的萎缩 贸工部长陈振生表示 冠病疫情严重打击经济 我国已经回不去疫情前的运作状态 所以现在就要建立全新的经济 以创造新机遇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贸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第二季经济同比萎缩13.2% 比早前的预估还要差 在个别领域中建筑业的冲击最大 第二季萎缩59.3% 制造业则萎缩0.7% 服务业萎缩13.4% 第二季经济环比则萎缩42.9% 比第一季的萎缩3.1%还要糟 由于两个季度连续出现萎缩 我国正式进入技术性衰退 今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萎缩6.7% 贸工部进一步调整全年经济预测 从之前的萎缩4%到7% 收窄到萎缩5%到7% 贸工部长陈振生在线上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将加大力度 针对性的帮助企业保住员工 抓住机遇 比如在生物医药那方面 在数码科技那方面 精密工程那方面 这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机遇 政府将会和他们携手的 扩大他们的市场 提升他们的业务 让他们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 给新加坡的员工 陈振生也说 政府将秉持三个原则 开辟新道路应对冠病冲击 包括安全且可持续的重启经济 帮助企业和员工了解和适应新常态 以及建立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以扶持企业 陈振生表示 接下来一两年 我国仍会面对许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国际局势变化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部署 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等 但是他表示 我国有条件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有信心 我们和世界所建立的网络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劳资争关系 我们的长远政策 都能为我们的下一代 制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吸引更多更好的投资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的 走过这难关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正义报道